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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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耳包莫莫克拉克上面會不會正放 合度可以耶 有點...雖然有點懶懶但OK啦 欸有點放大耶 好像有點放大樣子耶 我們先開箱IPX7 外盒是塑膠保護盒包裝 長度約12.6到12.7公分 寬度約9.5到9.6公分 厚度約6.5公分左右 我們先來看一下內容物 電池的部分不確定是否會標配 內附克拉克的RNR轉接座 以及零件與工具組 內附規格表以及產品合格證 打開保護蓋 我們可以看得到鏡面有點偏藍色 整隻紅點的話呢 它是屬於金屬材質的 安裝方式有皮卡丁尼導軌 或者是剛才看到的克拉克RNR轉接座 紅點本體長度約4.5公分左右 寬度約3.1公分左右 高度約3.6到3.7公分左右 調整規連工具是用1.5的新狀內附角 長按加號紅點便會開啟 連續按加號紅點會變亮 連續按減號紅點就會變暗 如果長按減號的話 就是關閉紅點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HD511A這款紅點 包裝盒上面的圖示就說明了 它有三種模式可以切換 外盒長度約12.6公分 寬度約9.6公分 高度約7.5公分 打開外盒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電池 兩款紅點都是用CR2032電池 拿出本體 最明顯的就是上面的太陽能板 用手電筒測試 亮度還蠻足夠的 廠商給我的資訊意思是說 它是省電裝置 提高產品使用的時間 金屬材質 擁有IPX78 防塵防水等級 快扣設計 電磁蓋螺絲 是用T8大小 形狀內六角 快扣調整螺絲 以及底座拆裝螺絲 都是用3.0內六角 底座可拆裝 去對應增高需求 調整較正有的部分 最大尺寸是3.51至起 長按加號是開機 長按減號是關機 連續按加號 紅點會變亮 連續按減號 紅點會變暗 正號減號一起按 會切換模式 以上是廠商提供的規格表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截圖研究一下 好的 接下來我們測防水的功能 像這個廠商是說 它可以在水深50公分以內 放20分鐘左右 還可以使用 這個 它是說 它的規格是 大家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IP8是在水下1.5公尺內 可以放30分鐘 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 我們測個 10分鐘就好了 好吧 那我們先把它開機 OK 開機了 開機了 然後這個是 好 這個也開機了 開機了 兩個都開機的產品 好 我們就直接測試 10分鐘就好了 OK 好 放水了 開始 讓它掛到滿 先掛到滿 好 開始 10分鐘 好 好的 好的 為了不浪費水資源了 所以我覺得 你把它包到桶子裡面去 然後繼續計時 1 1 2 1 2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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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到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 看一下 這個它的 是不是正常 OK 看一下 它有沒有亮 正常 是一樣可以正常的使用 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還可以變模式 OK 好 管機 好 第二顆 如果正常呢 也是正常使用 可以正常使用 可以等一下 這邊都水 看到吧 有看到吧 OK 好 關機 關機 好 正常使用 所以防水部分是OK的 防水是OK的 那麼接下來就去 打實彈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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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的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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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的 好的 那我們從泰國打實彈把回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裝在玩具槍上面 那我已經歸零好了 接下來就把我們的距離拉到15公尺 看看它的密集度怎麼樣 來看它這個抗震有沒有壞掉 OK 我們接下來開始 打十發 開始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彈奏點 基本上都錄在這邊 1 2 3 4 9 欸 還有一發 那一發可能是不做法吧 差不多這邊啦 還OK 那我再歸零再給它歸正一點就好了 對 沒問題 那基本上這個小的紅點 遠距離呢 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那麼接下來就換打的 GO OK 小支測完之後 那麼接下來就測大支的 好 一樣啦 這個也是在泰國打的 實戰版那個散彈的 那我現在就是 把它帶回來來台灣 用BB槍測試一下 一樣15公尺 看它的機幹性有沒有跑掉 OK GO OK OK 可以看得到那個極彈性差不多 1 2 3 4 5 6 7 8 差不多這個位置 OK啦 可以啦 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是拔子太大了 我們換小的拔子看它的機幹性好了 這樣子會比較準一點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測那個小的拔 因為剛剛那個機幹性我覺得 沒有尬尬 來看小的 應該會比較準一點 秒越小打的應該越短 來開始 OK 看一下 OK 好 一樣可以看得到機幹性都在這邊 就真的 秒越小打越準 就比較密集一點 真的比剛剛那個大張的密集多了啦 OK OK 就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回到室內囉 OK 那經過以上的開箱介紹 測試之後呢 接下來我要講解這兩款的 缺點 首先啊我先從IPX7講起喔 第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缺點 但對我來說 是還好可以接受的 就是影片開頭的時候 我有提到 它描出去的對準物品 會有一點放大效果 可能啊有些人會覺得 喔這種紅點就是應該 對出去的物體就是要1比1的 不應該有特別放大 或是其他的效果出來 最好是越透明越好 越完原原本實際的比例越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沒差 但有些很要求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們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缺點 那第二個缺點 我就比較有一點介意了 雖然說許多市售上 這種類型的紅點 都是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還是想要特別講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歸零鈕的部分 這個歸零鈕呢 它是沒有所謂的 響聲 好處是它微調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微調一點點 那壞處呢 就是在你歸零的時候 會比較有一點難歸零 因為它微調一點點就差很多 它沒有一個很正確的度數 或是卡數的感覺 這一點的話 其他家也有啦 只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還是會提出來 希望進步的不是只有這個廠商而已 希望未來許多廠商 也可以讓這種歸零的方式 它的調整 可以更明顯 更明確一點 OK啦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缺點 差不多就是這樣 至少防水抗震 是可以通過的 而且價格部分也非常的便宜 我是覺得 也不用再特地做其他的調整方式 OK那接下來 我就講這個廠商比較重點推廣的 511A 來去做它的缺點的一些講解 首先第一個缺點 我是真的實際上遇到了啦 不知道是我鎖得太大力還是怎樣 有看到這兩個點嗎 這兩個裂痕 就這樣裂掉 它還是可以防水 但是這兩個裂痕出來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少透分 那再來是從鏡子看出去物品的大小 它多少也有一點放大的效果出現 而且剛剛沒有提到 這兩款看出去的鏡片都偏藍色的 但我覺得透度也是OK 沒有說那麼的在意 那這款廠商重點要宣傳的 511A的產品呢 不管是經過測試啊 還是說一些其他功能上面 如果比到價格上面的話 我覺得是無可調停的 但如果硬要我挑的話 我只能說它這個外型 比較不是我喜歡的外型 這個東西呢 比較屬於主觀的意見 像我的話比較喜歡這種 圓筒型的造型 那外型的第二個 我不喜歡的部分呢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買馬如瑜的這個 哈冰NWS 如果你把圓形的這個 紅點裝在這邊的話 其實上我個人會覺得 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們換一下 511A的 像這樣子裝上去 我個人就覺得 好像有點大 不是說不能接受啦 只是我覺得有一點突兀 如果要用的話 以實用派的我來說 我還是會實用 但是以外觀來說 我就是有一點那麼的 突兀 好啦看久了的話 其實還OK 沒有說那麼的不喜歡 就是有一點點 突兀 很大顆啊 很大顆 大家看一下 很大顆 太大顆了啦 真的 好的 我這樣子擺上去 給大家來做一個 比較看看 哪一個紅點的比例 放上來 我會覺得 看起來比較有一點順眼 或是哪一個比較好看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 跟大家分享 你有買過沼澤路嗎 又或者是說 你最近正在觀光 沼澤路的紅點呢 歡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區 跟大家分享喔 OK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按讚以及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訊息 想要撕我的話呢 可以追蹤我的IG以及FB 好 我是瓦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